基本上在韓國的1、2月每天的天氣 都好像今天那麼好天 適逢學生放行假的時候 最適合就像我一樣 穿得那麼帥氣去參與戶外活動 不用我講 大家都知道去哪裡玩 換好滑雪的裝備 現在穿鞋子我們就可以去滑雪 這個滑雪場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遮滑雪鞋和滑雪板 在兩個不同的樓層 那就不用一次過拿著那麼多器材 那麼麻煩 好 現在我們可以準備出去了 難怪冬天那麼多人來韓國滑雪 這次都是我第一次 冬天來到韓國的滑雪 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滑雪場 現在的心情真的很興奮 現在這個滑雪場 就叫做昆池岩滑雪度假村 一會兒我就會在那個小山樓滑下來 那大家就要看我的表演了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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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第一次滑雪的話 就可以來到這條初階的雪道 試試滑雪的體驗 如果懂得滑雪的朋友 就可以在旁邊坐那些釣車 上去高級雪道玩的 好 現在準備到我表演了 預備 Woo Woo Woo